在這個室內屏數大概是30坪左右 那基本上用一家四口要居住 然後收納的這個空間跟這個收納的量也必須要夠大的狀況下 玄關這個位置到底該不該有呢 那要有玄關的話空間又會小 沒有的話其實左邊跟右邊手心手背怎麼取捨 這應該是你的難題了 對因為其實我們一個房子如果能夠有一個完整的玄關是很好的 但在這個地方剛好玄關跟餐廳的空間其實剛好會其實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在處理上面我是建議屋主乾脆就是沒有玄關的設計 所以一開門我們會看到餐桌 所以在餐桌的材質的挑選也盡量讓它可以讓我們 就是看起來可以覺得有比較華麗感覺 或者是眼睛會亮起來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們一開門會看到一個餐具櫃 那一般我們不希望就是看到餐具櫃的那些電器用品 微波爐啦烤箱啦電熱水瓶啦 對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餐具櫃就是電器的部分把它集中 集中在一個部分然後其他的地方做展示跟收納的一個設計 所以基本上藏在哪邊呢 藏在中間 門片 對所以你可以看這個櫃子的中間這個門片 我們用一個鐵弓做一個包框的設計 那中間我們用這個鏡面跟木皮還有皮革的一個 一個不同材質的混搭的方式 就是讓這個門邊它稍微與眾不同 如果說你整片是一個木皮或整片是一個皮革 它會太重 所以我們這樣做一個轉換的方式 讓這個推拉門一推開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電器櫃的一個設計 其實我的感覺是我是客人我走進來 我會覺得你那個地方有把那個玄關端節的功用 往後延伸然後表達出來的那種意面在裡面 沒錯嘛 而且你還有善用一些鏡面的部分了耶 因為其實用鏡面的反射可以讓我們在餐廳用餐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些反射的效果 其實這個餐具櫃本身有點鏡面 然後最主要它有打燈的設計 那我們用深色的木皮 你可以讓一進門的時候你會覺得有一個穩重的感覺 那在這個餐具櫃的對面 其實在我們的門旁邊的牆壁 我們也用一些鏡面的效果 讓整個空間的這個放大感它能夠增加一些 所以這個鏡面可以反射到餐廚櫃的那個鏡面 像兩邊互相反射 無形之間其實這個空間也變放大了 對 那當然一進門我們左邊的這個空間 一樣是用鞋櫃的部分 現在你可以看其實我們用白色的櫃體 去做空間的主要的一個顏色的一個表達的方式 那這個櫃子其實是用系統櫃來做的 其實我們常常用白色的系統櫃來做空間 可以省一些白色那種噴漆烤漆的費用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把這個系統櫃稍微調高 它底下可以打燈嘛 那打燈我們有做透氣口 那這個系統櫃的中間我們有留一個 就是一個開放的一個空間 因為這個地方有對講機 那這個檯面上面我們也可以少許放一些展示品 或者是 比如說我們回到家可以放鑰匙 或者是放帳單 放手機可以稍微放一點東西 先生你知道嗎 因為一開始你有提過系統跟木座 在這個空間當中交錯的運用 是 我覺得像系統這樣子砍入式的方式 真的可以讓別人覺得它是木座的質感 是 因為最主要是整個空間的一個協調性的問題 嗯 OK好 那麼接著我們帶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客廳的空間 客廳的地方就有更多系統跟木座擺在一起結合 可是你一眼就看不出來的地方喔 好